好,我們現在請第四位,童慧珍委員發言 宴席、籌座場合、吃喝玩樂 自民進黨2016年重新執政後 更肆無忌憚對外界高度質疑裝病 不再顧忌遮掩 不但透過臉書頻繁對政治事務發表意見 每天於民視下午3點30分鐘的阿扁踹共 代狀節目放言高論時政 有有勝者直接參與選舉肇事活動 當其網紅暢談政治理念 於3月16日之立委補選 介入台南民進黨兩位候選參選人之間 企圖以在地身份發揮關鍵影響力 圖謀自己特赦 3月26日最新一期的新勇歌舞雨中 陳水扁透過影片狂罵高雄市長韓國瑜 25分鐘中氣十足 儼然一條一圍活龍 絲毫看不出一絲絲病容 台中監獄一再對陳水扁公然違反 不演講、不上台、不接受媒體採訪 不談政治四不原則的保外就醫規定之行徑 從寬認定、甚至配合掩護為其解釋 身為督導單位的矯正署和法務部 更是嚴重怠惰失職 以致阿扁完全未將保外就醫相關規定 放在眼裡 公然破壞國家預證制度 重創司法公信力 蔡英文總統及前行政院長賴清德難辭其咎 原提案要求立即廢止陳水扁保外就醫許可 讓神清氣狀態俱佳 口齒表達清晰健康狀況兩海的陳水扁 回肩服刑以維護司法公信力 是否有當競群公爵 來來來我們先處理先處理 怎麼兩位昭偉在這邊講反對 尊重主席 我們現在先進行來處理 先來處理報告事項提議的部分 所以本次的會議討論事項總數內容及順序已經確定 所以其他的提案我們就不在這處理